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国忠中等身材 永远带着一副和现代诗人徐志摩 及莫达皇帝溥仪 一样的圆圆的近视镜 生于上海 在同济大学陆桥系毕业前 从未离开过这个城市 去美国后 他一路工程掠地 相继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 同步工程硕士和经济学博士 并于同年加入世界银行 这一年谢国忠正好三十岁 此后他又辗转新加坡 但真正让业界开始注意到 这位上海小青年的 还是他加入了投行摩根斯坦利之后 当时他任亚太区经济学家一致 他对于热钱的涌入内地 汇率以及GDP增长的预测 让国人大跌眼镜 谢国忠过去的言论 也曾引起各地政府的不悦 他曾解释说 我说的话不好听 但有用 然而就在2006年 大半已经过去 人们的视线 被其他口弱悬合的 经济界能人吸引之际 谢国忠再次暴露 突然辞职 目前除了财经 特约撰稿人之外 尚在复显中 经济学家呢 在扮演经济学家的同时呢 往往还扮演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预言家的角色 那么我们到了 岁末年初的时候呢 预测未来一年 甚至说未来几年的经济呢 会是一个特别热门的话题 那么Andy 你是在 05年年底的时候 你曾经说过 就2006年会是 可以model through 你就是一个会是混过去的一年 但是事实上呢 后来的我们情况来看 发现2006年 还是非常光辉灿烂的一年 然后根据IMF 目前的预测呢 是今年的经济增长 全球可以掉5.1 是 现在那个世界经济的核心的话 是美国那个透支消费 透支消费 对世界经济影响非常大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说 从它有直接需求的带动 美国经济的话 就是可能 对世界经济的带动的话 还是有三成左右 就直接来的 第二方面呢 就是那个 它是一个 对资金的 就是带动 美国的话 因为美金的话 是世界经济的 基本货币 美国呢 出现大量的 涅差的时候呢 这个钱的话 就从美国流到了 新型市场去了 所以那个新型市场 现在是 金融市场很旺 股市和那个 房地产都比较旺 这个钱呢 是从美国的贸易 涅差出来的 这个钱出来之后呢 转了一圈呢 又回到美国市场里面 把美国的债券利息 压得比较低 就这样一个 雄团的过程的话呢 使得起世界经济呢 这几年比较旺 但是呢 这种增长呢 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增长 就是说呢 它需要美国能 继续投资消费 这个投资消费的基础呢 是美国的 那个房地产股市 和就业都比较好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 一个问题就是说 房地产不好 但是现在还没有 波及到那个消费 主要是因为 就是就业的话还行 就是失业率4.4 还是很低 另外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股市还可以 股市这今年 就是06年涨幅的话 能够抵消 那个房地产下降的 这些市区的财富 所以暂时来说呢 它还是有消费的基础 但是呢 明年呢 就是07年呢 我觉得呢 是在这就业呢 可能就不会像 06年那么好 而好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它这五年里面呢 把三分之一的就业 直接是由那个 那房地产引起来的 所以房地产调整的过程当中呢 那对就业的话 渐渐的也会有一个 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想在就业 如果出现 一些问题的话呢 那个消费者 也会有点担心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如果美国通胀的问题的话 就是不能得到解决 联储不能减息 那个对那个消费者心态 也有一定的压抑 所以我觉得明年呢 到年终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就是07年年终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那个 美国的那个消费的话 就不像 觉得06年这么旺了 所以大家会有点担心 所以明年 就是07年跟06年相比的话 是一个放慢的一年 就是 世界经济增长的话 可能是在 4.5左右 也是不错的一个水平 但是呢 比那个5.1的话 要低不少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 看一下另外的市场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Commodity 就是大宗商品这个市场 也有很多人认为 就是说这个 大宗商品呢 是 虽然是目前的 整个点位比较高 但是因为比如说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在崛起 然后整个印度 也在崛起 大家对整个原材料的需求 是在未来的 相当长的时间 例如10到20年 可能是一直会有 一个长期趋势 所以呢 就他们认为呢 这个大宗商品的 这样一个整个牛市的一种 一种趋势 大概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呢 就是您是不是认为是 因为会有很多bubble 有很多泡沫在里面 对 所以它的可能是 已经后面 那个趋势 应该是不是一个 长期的往上的趋势 很多人觉得就是 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的话 会出现自然资源 供不应求 所以为什么价格的话 会上升很多 这个是 这种说法的话 是偏面的 就是在90年代的话 就是石油的平均价格 就是20美金不到一桶 其实是比较低的 这现在呢 就是60美金左右 是不是60美金是个合理 还是一个偏高 对跟金融有关 因为这个除了 04年的话 石油需求的话 上升比较快 超过了 每天需求增加了300万桶 过300万桶 这90年的平均是100万桶 就是确实需求很旺 但是这04年的平均价格 也40块不到一点 或者05年 06年继续大幅都上升 需求的话很差 在这05年的话 上升的话 就1.200万桶 一天这样的上升 06年的话 100万桶都不到 就是跟90年代 没什么大的区别 所以总的 我觉得看不出就是 为什么供求关系上 要有这么高的价位 我觉得在 但另外一方面 你去看投行的话 都是有他那个 搞石油交易的 那个部门的话 扩张很快 然后呢 就是 那个交易 投资石油的一些基金的话 扩大很快 进入那个 文财务商品的市场 的金融资本 近几年超过4000亿美金 那个RD的市场的话 并不是很大的 比如说石油市场吧 一般的 一般的说法就是说 4亿美金就能够 把这个 石油价格 抬高1美金 但4亿美金的话 你不用全部 是套现金 你通过衍生产品 等等资料 其实你套1美金就行了 看个刚刚 原来就是 就是05年代 是我看到 有人是在炒作 他就是说 我很大的一个 对冲基金 我现在买石油的股票 因为石油的 石油类型的股票的话 价值很大 2万亿美金的价值 他动一个百分点的话 就200亿美金 如果我是动那个 我是在石油市场里面 就是浪费1亿美金的话 我推动1块钱的油价 那石油公司的股票 上升以后的话 我预先就是买了这个股票 会买一些衍生产品 我能赚不少钱 所以05年的时候 很多人这样操作 还挺成功的 那06年呢 就是市场就学乖了 就是知道这个有时候 石油价格的波动 是有能操纵的 最后的股价的话 石油公司的股价 跟石油价格就是 就是没有关系了 然后就这个就是 很多的炒事业能力 也少了一点了 我觉得这是 反正金融炒作这一方面呢 就是效果呢 越来越不越少 主要原因市场的话 是他有个学习的过程 对 他等到看出 看穿了你的之后 他就不上当了 我觉得 还是要回到一些实体经济 的实质方面 是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呢 就是40块 是个合理的价格 40块呢 是一个高位的 是吧 这个40块的这个 这个估计呢 是有没有把全球的一些 地缘政治的因素 考虑在里面 因为可能会有一个 某些时候的一个 全球的一个 类似的政治的一个事件 或者是危机 是 如果是中东出大事的话 石油价格可能会出一圈 一段时间偏高 那不是因为中国 或者印度引起来 不是供求 如果是伊拉克真的出现内战 就是把那个石油生产的 那个基地全部摧毁 这个影响很大 因为世界上呢 现在800 每天的需求是 8500万桶左右吧 每年的增长的话 是100万桶左右 如果你是200万桶 突然在市场上消失的话 那是两年的需求的增加 如果出现这样的事的话 那石油价格可能会上100块 但是目前我觉得呢 美国匆忙撤军的这个情况呢 08年之前还不会出现 在08年总统选举 如果是民主党选上了 现在议会的话 已经是民主党控制了 如果民主党在选上了 总统之后的话 存在就是美军的话 就是自己撤军 然后不考虑后果 也就是说是可能在 07 08年的时候 整个全球的石油的 这块风险还会很大 那么但是往以后看 中长期的来看 如果是说地缘政治的 这些危机能够 风险没有那么大的话 那么这个整个市场 应该相对还比较平稳 我觉得40块这个是一个价位 40块对很多石油公司 其实已经是很能赚钱的 经济学家对明年世界 及中国经济的预测 社科院施经研究所所长 余永定 2007年经济还会保持 良好的增长势头 不能排除通胀形势恶化 我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心 2007年世界经济 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但增速略有费路 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桐 2007年中国GDP增长 将达到9.8% 而2008年将达到10% 经济的增长主要由内需带动 瑞士现代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东 2007年中国经济走势和过去6年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经济学家对未来油价的预测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心 2007年国际石油价格不排除波动可能 特别是不排除上扬的可能性 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布朗 中期石油价格仍将高于每桶40美元 而长期价格则将回落 《华尔街日报》投资理沙版主编戴威·凯克萨斯 2007年的油价是每桶40美元 而2007年的美国消费依然强大 美国对于消费者存在明显的悲观主义 这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是不对的 世界股市在07年年中之前的话不见 到房地产掉了还可以打股市的盘 如果股市要不再不好的话就打成个盘 年底来看的话 美元已经表现出了非常令人悲观的一种趋势 在08年美国中总选举之前的话 中国货币汇率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 经济问题专业而复杂 我们看物看语又看花 谁来解疑试祸 学人们打破沉思 后机勃发 我是杨彦卿 经济学人你书房里的朋友 好 我们来记住你那个40块钱的这个预期 然后在未来我们在未来的10年会一直看下去 那么我们那个现在再再回到另外的一个回到美国经济 同时也回到美元 那么刚才你提到就是说 因为亚洲的很多资金进去再买美国的国债 然后从而把美国国债的利率压得非常低 那么从而就是说美国人民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来借贷 他们借掉很多钱之后 然后再去买房子再去消费 从而又推动了美国的一个增长 刚才就是您认为 是这些因素可能会在07年会有一些变化 那么如果是说亚洲的国家 亚洲的央行去持有这样的一个美元国债的 这个局势不会发生很大变化 那么是不是美国的这样一个借贷的利率 也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么其他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 美国人民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是说他的消费愿望的一种改变 可能会有哪些因素 那个06年的话房价掉了 但不管怎么样 债息的利息就很低 借钱也比较容易 我工作还不错 工作还在 然后股市也 股市也涨了 所以也有理由说 我对未来的话不应该乐观 不应该被关 但是呢 如果是明年的话 就是股市也不太好 然后就业的话也开始不怎么样了 所以这个就会引起就是消费者的话 就是心态上有一定的变化 他如果有的变化之后的话 他可能透支消费这个欲望就不强了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如果是明年的话 明年下半年 就是07年下半年的话 美国消费者的话 心态上会有一个转变 而且市场都会看得到 所以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这是一个世界股市 在07年年中之前的话会见顶 到07年下半年的话 会预期这个周期的一个下滑 这样一个问题了 所以这个是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呢 就是07年能混过去的话 比06年要困难 06年 07年 现在 今期周期到了尾声 能打的牌越来越少 是吧 你原来你一个是 房地产掉了 还可以打股市的牌 如果股市要不再不好的话 你打什么牌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还是这个 周期还是进入尾声了 大家普遍的上 是觉得美国的风险非常大 对 事实上呢 是从06年的 年底来看的话 美元呢 已经表现出了 非常令人悲观的一种趋势 对 你觉得这种趋势 在07年和08年 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变化 或者是说将继续维持 或者加剧 美国美元出现这样的一个趋势 有好几次了 就是 后来回头 回头看的话 每一次都是宏观基金在推的 并不是说是 央行 亚洲央行去推的 是 所以这个宏观基金的话 在做推美元上面 都没赚什么赚钱 在美金现在 如果主要是相对于欧元的话 如果 最主要货币是欧元 那欧元是有原因的 因为欧洲央行的话 是要加息 而且是欧洲 欧洲央行的话 一直是对通胀的话 叫态度的话 比那个 比那个就是美国联储的话 要 要就是严肃一点 就是那个 现在他的欧洲央行 行长的话 取卸的话 就是 他是一个 对货币增长的话 是 是很重视 不像 不像联储 不像联储 现在那个 他欧元区的货币增长的话 也是比较快的 而经济呢 还行 现在是2.4 2.5这样的水平 对欧洲来说 已经是比较高位了 所以呢 他要加息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现在那个利差呢 他的利息的 跟美金的利息的利差的话 就可能会发生一个变化 所以欧元的话 是 我一直觉得还可以的 但是日元的话 不怎么样 很多人认为 07年日元会非常好 日元的话 是你 样行加息 从0.25加到 加到0.5 那又怎么样呢 还是0.5啊 是吧 你捧着日元的话 那这几年可大亏了 你不光 日元没升值 然后你在利息上面的话 差好多呢 对 是吧 这两年的话 差十个百分点呢 是 所以在买 买欧元 买日元的话 是亏了 所以我觉得 日元的话 我不看好 那个 但是有些会货币啊 比如说 有些高通账的货币啊 像东南海市 有些货币 比方 还行 但是这些都是小的货币了 对美金的总体的一个价值 影响会比较小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中国的人民币 跟它的一个比例 在中国人民币的话 还是中国政府一个 慢慢来 这样一个政策 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我觉得就是 在08年 美国总统选举之前的话 中国货币 汇率政策 不会有大的变化 如果是 美国08年选举 民主党选上了 民主党的话 上台 第一件事 伊拉克 第二件事 就是那个 那个医疗改革 第三件事情 才是那个贸易 这个事 人到中国的 这个事 所以那个 现在他这个 议会刚控制之后 他要全服以来 来对付中国 我觉得不太可能 要是 但那个 这两年里面 把伊拉克 这个问题 基本上有个定论 把医疗这个改革 就做好了 如果是08年 又是共和党 选上了 民主党选上了 总统 那就对中国 这个贸易摩擦 这件事呢 可能力量就 就会比较大一点 这个是会 对中国的 就是 汇率政策的话 有一定的影响 我觉得在这之前 中国还是 慢慢来这样一个政策 所以这个 这个是对美金的话 还是一个支持的 不会出去 让美金就是 是大幅度下降了 经济学家对日元 及人民币汇率的预测 日本大和证券总研兼 特别理事田谷深三预测 日元利率水平 明年会调高两次 每次调高25个基点 到明年12月份 市场利率大概是1% 而在美联储不会继续升息 甚至有可能降息的背景之下 日元兑美元汇率 明年将达到 大概100日元兑亿美元的水平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首席经济学家哈基明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2007年还将进一步升值5% 中国现在是一个 前过多的一个国家 我们明年出口的话 可能会也会放慢一点 后来我们再进入08年 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危险的一个衰退 那么我们在看过了全球的这样一个背景之后 我们最后能不能回到中国的经济 就是您怎么看待 07年08年 中国的一个宏观经济的状况 会有怎样的走势 一个经济 就是那个 走下坡落的话 主要是因为 一般是钱不够了 什么叫钱不够呢 钱不够就是说 你有通胀了 就是那个 央行必须要加息 把钱收回去 那钱少了 那经济的话 就是应该增长也成朝下的 另外一点就是 比如说是你出口 出口有问题了 那个 其他国家的话 那个就是需求不好 那出口有问题了 第三种就是说 你是依赖于外国的资本的 而外国对你这个国家的看法呢 不像过去那么乐观了 所以资金流露的话又变少了 这三方面的原因会引起一个国家 就是经济的话 成一个放慢 那中国现在有一个 更特殊的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现在是一个 钱过多的一个国家 也是有关性过剩 钱过多一个国家 但是那个 那个政府呢 现在就是 要要控制不让花钱 是那个银行的存贷比 很低 百分之七十 所以资金大量过剩 那个 但是呢 中国的需求不平衡 你你签放出去的话 就进房地产 或者进股市 像现在这样 没有一个平衡的就是 投资消费需求同步上升 这样一个 因为中国的消费需求 还是不足的 有很多结构性的原因 所以这个 所以如果你是钱放出去之后 它引起不平衡的增长 不平衡的增长 以后有后果 但政府呢 就这些 这种不平衡的增长呢 就是要控制 所以呢 它就把银行的贷款了 把那个门槛加高 不让银行贷款 带出去很多 所以因为这个 因为中国房 它这个管那个房地产 这样是的话 06年的话 通过一轮一轮的调控啊 现在看来有效果了 所以我觉得也 经济也会放慢 但最终是因为 这是中国 中国政府自己在放慢 它前提是有的事 所以呢 这个经济不会出现 很快速的下滑 这是一个 就是慢慢放慢 这样一个概念啊 第二个 第二个因素就是说 明年出口的话 可能会也会放慢一点 因为我刚刚说到 就是到明年年中的话 如果美国人 对那个 对那个就业的话 也出现一个预期的话 出现一个悲观 那个消费的话 会有所下降 那也会引起 中国出口 有放慢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原产料价格的话 如果是 也是渐渐的下降 或者是 有点比较明显的下降 有些 第三世界的需求的话 跟原产料价格的话 很有关系 像那个 石油啊 铜啊 对非洲啊 对从中国的进口啊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价格的话 如果下降的话 这个需求也会有点 有点放慢 所以明年的 就是出口的话 可能有明显的放慢 是这样的 因为中国出口的话 是 毛值的话 是36% 37%的GDP 但是中国增值 那一部分的话 可能一 过一半左右 就20%的GDP左右吧 是 这几年的话 都是在 实际的都是 两层以上上升的 所以直接对经济的 就是带动的话 就有三分 中国经济增长 三分之一的 以上的话 直接是这个来的 对 所以这个如果是 出口的话 放慢的话 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 是不是也可能 在07年和08年 对中国的出口 造成影响 保护主义的话 过去一直有 但是呢 中国 世界上的话 就是 就是 反倾销 那个 就是 一些政策的话 有一半是 对中国的 对 所以呢 但中国的出口 并没有受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 这些反倾销销的政策 是对某一个 某一个产品来的 而且中国的贸易模式的话 主要是 让外国人赚钱 是吧 比如说 中国出口到美国 一双球鞋 是 Nike 的品牌 它出厂价的话 可能就 800美金 8美金 它到 美国卖的话 80美金 所以这个中国是拿小头 它是拿大头 对 所以那边有 反倾销什么的 它比中国还急 所以说 它在 它美国有 有钱有势的 它可以想办法 就是去说 去跟 去跟 议会沟通 所以我觉得 这个贸易的话 就是 就是 保护主义的话 对中国 目前来看影响 不是水的 对 主要是需求 就是总需求 的影响 我觉得 在美 中国已经连续 三年 百分之三十 左右的增加 中国历史上 平均的话 十五左右吧 我说明年的话 可能是 可能十五 或者是 更低 也有可能 就是 零七年 十五 更低 也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 这是 对经济影响 比较大的 一个因素 就是房地产 出口 这两个 主要是中国 明年 就是零七年 经济有所放慢的原因 那么也就是说 是中国是在 全球这样一个 经济背景下 你的总体认为是一致的 就是 零六年 你认为的一个混过去 对 零七年 我们在零七年是放慢 能够混过去就可以了 那么然后呢 我们再进入零八年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 危险的一个 一个衰退 零八年是个危险期 关键是那个 金融市场的话 如果出现了 比较大的波动 刚刚我们谈到 就是金融市场 这一轮是带动 世界经济的 因为金融市场 变得巨大 需求 消费需求 是财富效应来的 投资需求是 是 叫资本价格下降来的 所以这个是金融市场 在控制这个世界经济 也就是金融市场巨大 那个挂牌的交易的 金融 金融产品的话 就过一千一百万亿 美金 是 是 精致的两倍 不挂牌的衍生产品的话 三百多万亿 所以这个是 它动一点点的话 对实际经济来说 就是动很多 我觉得零八年的话 如果是 万一出了事 的话 对应景影响很大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到时候到 零七年底 零八年的时候 我们再见 再来回头 再看我们今天的预测 是不是吻合了现实 我们这个节目 还有一个惯例 就是说 要希望您能够 给我们的观众 推荐一本书 您觉得是在 那个经济和金融方面 如果是说 有一本书 你觉得极大的影响了 你的思维 然后同时想推荐给我们观众 然后你会选哪一本 金融这方面 我最近看了 就是觉得 耶路大学一个 CIO写的那个 不寻常的成功 不寻常的成功 写一些管理 资金管理的这个 我觉得对大家 有比较有帮助了 就是考虑 怎么思维这个 投资的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 Emily My Spectre 这本书写的 不错 这是一个 讲一些故事 讲一些故事 就是说 当时的话 美国一个 炒资本市场的 市场市场的 跟中国现在 有点类似 这是一个 就是说 是那个 看了之后 是吸取 一点教训吧 就是 怎么来 理性跟非理性之间 怎么控制自己 我觉得 最不寻常的一个成功呢 它就是帮助你去理性思维 投资 投资 就是不能够 不要被 投资最关键的是 不能感情中动 自己要有 自己要想清楚 而且一定要有什么标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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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